在彩车制作的这个 整个过程当中呢 非常感人的故事和事迹比较多 我们彩车部制作处的副处长 吴小波统治 他从一月份到这个岗位 一直到现在 从来没有缺席过 他的孩子也比较小 而且他还是一个 心脏有六个支架的患者 他一共瘦了二十斤 但是他一直也没有喊过苦 喊过累 兢兢业业地带领着 我们制作出所有的人 把这项工作完成好 我是这次展演在彩车上的 二十名演员的其中的一位 在排练过程中呢 那个时候赶上去 北京每天都是在三十度左右 就少数民族的服装 基本上都是以棉的为足 我就记得我有一个同事 就站在我这一侧 他当时排练的时候 我们失去了很长时间 他那个衣服是最厚的 但是他也没 他一直在坚持 后来我一回头 我发现他有点不对劲 趴在那儿就有点难受了 我说缓一缓 然后咱们再排 他说没事 他说我就喝口水 咱接着排吧 这让我很感动 七十年来 我们的各族人民团结一心 艰苦奋斗 取得了让世界刮目相看的 伟大成就 让我们感受到 祖国的日益强大 也祝用我们的祖国 繁荣昌盛 然后花开每一带 万古长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